Will you stay still hold on to my All if it's never can be fast Will you stay still hold on to my Gream對我來說其實是一個抒發 去喊我自己的內藥出來的一個方法 我一開始聽到這個聲音 是在我小時候大概九歲左右 看這個明知肺的MTV台 聽到Linking Park Chester的Scream 我一聽我就喜歡了 要做那個聲音和情緒來說 我最喜歡最喜歡的就是他 還有Architects的Sam Carter 他的特質就是可以將自己的聲音 拼合真聲去做到一個很好聽的 但同時亦都在Scream 一直到大一個 到自己開始玩 原來我玩樂隊也可以玩這個類型 原來是上網找到好多好多好多教 其實我這個Scream 類型是屬於Forspot的 所有的Scream 一般來說 一定是由肚子開始 去吸足夠的氣 用Diazine去推上 你要Scream 的位置 如果說我的聲音 可能有少少不同的原因 是因為我的Scream 是夾閘著真聲去做 所以就會比較上 可以將個共鳴推得再出一點 What if this more than I can take Will you stay still hold on to me What if this never can be fixed Will you stay still hold on to me 首先你要先做到 Arch 這個聲音 位置大概就在鼻腔裏面 Arch 大概做到這個之後 再用多些氣 去令到這個聲音爛了 那怎樣爛了呢 其實有少少像是 譬如有時有人煩著你 或者有人吵著你的時候 你不耐煩 那你可能會 唉 好煩 好不想理這些東西 的時候就是這個 唉 這個聲 去加上真聲 兩樣東西一起去做的時候 就會有我正在做那個Scream 其實很簡單 日常的小練習 其實我會比較多 是合上口去練 準確我平時很慣性的Scream 就是這個情況 和我說 例如是 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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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這個方法 是最容易去 習慣那個感覺 然後又不會傷到喉嚨 亦都不需要很大聲 很大力地去練 由你再送快樂,會更快樂,會更快樂 不計較健康 不計較健康 健康 怎樣才是最好呢? 我想如果在我對樂隊的角色 我和歌曲合在一起是最好的 阿寶主要是說回整件事發生了什麼事 還有他比較多是 除了不開心之外 他負責說出口 所以我和他不同的地方 我比較像一個怨婦 他比較像一個光 做Scream 的時候 很多時候很著重情緒 很著重聲音 夠不夠撕裂 夠不夠不開心 夠不夠生氣 但當我自己唱多了的時候 我比較上發覺就是 如果我要一個 要很 很有韌的感覺 和能夠出現我自己的情緒 其實大勢力和拍子的感覺 都很重要 亦可以令到 句子 或者你想表達的訊息更加出 這是我比較在意的事 我可以示範一下iOS的第一首歌 即是《Break Down Scream》那一部分 我現在第一次 這個版本 是完全做Scream 聲 沒有情緒的 Just cause your eyes Can you say I'm crying for So can you say me from the darkness 這個是不會有很大分別的拍子感 或者是一個我剛才想表達的東西 接著現在第二個 可能我量了一些拍子 和量了一些大勢力 Just cause your eyes Can you say I'm crying for So can you say me from the darkness 就是這樣